感染性腹泻通常突然发生 但有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腹脏等症状 感染性腹泻是因为食用不熟或未适当冷藏料理的食物、淡奶制品 或饮用不洁水、饮料或冰品或手指不洁沾染食物 而造成胃黏膜和肠黏膜发炎 进而导致腹泻 病源分为细菌、病毒及寄生虫或猿虫 腹泻原因有很多 感染症是其中一个常见的 腹泻感染性的疾病里面 归类简单分成两大类 一种是细菌性的感染 我们常见台湾的就是三门式细菌 少数跟海鲜有关系的是自荷式细菌 还有一些曲状感菌都可以造成这样的感染 至于病毒的话也很多 另外一类是病毒的 包括我们的轮状病毒、诺罗病毒 还有一些心状病毒 这些都是常见的病毒性的肠胃炎 还有少数在台湾现在已经相对比较少了 这些跟寄生虫有关系的 包括一些猿蟲、阿米巴虫 这个大概在国外一些某些落后的地区还是有 那在台湾已经相对比较少见了 大概这三类都是属于我们感染症 常见的腹泻性的疾病 治疗的话如果是以刚刚讲的一些病毒性的话 大部分都是以一些症状的支持疗法为主 只要适当的补充电解值、水分 那不要有脱水的现象 不要有电解值的不平衡 大概几天之后慢慢就会好起来 那至于细菌性感染的话 就要看它是哪一类细菌造成的 如果是由自合式细菌 那种立即的或者是霍乱的 我想这些都需要使用适当的抗生素 才会有效的改善 那至于沙门斯细菌感染的话 虽然在台湾还算蛮常见的 但是真正的需要用抗生素治疗 只有在某一些免疫力比较差的族群 或者是跑到肠子以外的地方 血流感染啊 骨头的感染的时候 才需要使用抗生素的治疗 夏季气温高 有利于各种病原菌的繁殖 放置在空气中的食物容易变质 同时人们又喜欢使用新鲜蔬果 如番茄 黄瓜 葡萄等 一旦清洗不干净 则容易引起感染性腹泻 时方新闻记者赖鱼蓉台北采访报道